白宫拒绝推翻苹果公司智能手表在美国的销售禁令 未能为这家科技巨头提供喘息机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ITC于12月26日声明称 经过仔细磋商 戴琪大使决定不推翻ITC的裁定 ITC的裁定在2023年12月26日成为最终决定 在最后期限到来前 苹果决定停止在美国的在线商店和零售店销售Series 9和Ultra 2 据分析师估计 该禁令将威胁到上一财年创收约170亿美元的业务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在官网更新了 F类和M类留学类签证的政策指南 明确了留学生及其家属在美国境内的就业许可 身份变更 居留延期和恢复申请方面的诸多疑问 例如 该指南明确指出 F类和M类学生必须有一个不打算放弃的外国住所 但这类学生可能是永久劳工证申请或移民签证申请的受益人 并且仍然能够证明他们打算在临时居留一段时间后离境 此外指南还明确规定了基于其STEM领域学位而寻求延长可选OPT的F类学生如何受雇于初创公司只要雇主遵守培训计划要求 在e-verify系统中保持良好的信誉 并提供与提供几情况类似的美国工人相称的报酬以及其他要求 移民局预计 这将为留学生和美国教育机构澄清大量问题 包括资格要求 转学 实习培训 校内外就业等 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梅德尔·阿吉拉尔12月26日对中国指责马尼拉入侵中国领海的说法做出回应 表示菲律宾方面没有在南中国海挑起冲突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纠纷最近迅速恶化 导致双边关系高度紧张 此次的表态是非中双边对抗日趋激烈的最新一例 中国媒体《人民日报》25日发表评论称 菲律宾方面依仗美国的支持不断挑衅中国 这种极端危险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阿吉拉尔则回应说 菲律宾方面活动不会置船只和海员于危险之中 反而是中国船只的危险操作有时造成了海上碰撞 中国才是所有侵犯菲律宾领海行为的责任方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周二表示 菲律宾方面想坐摊第二托马斯潜摊仁爱交运送建筑材料的行为引起了紧张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 近期中非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一些事态 完全是菲律宾改变政策立场 违背自身承诺蓄意侵权挑衅制造事端 责任完全在菲方 希望菲方做出理智抉择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储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同中方一道管控好海上局势